好片显微镜 烂片粉碎机 大家好 我是咸鱼 十分钟带你走进一部电影 这是世界杯预选赛史上性质最恶劣的一场球赛 因不满球迷辱骂 俄罗斯王牌球员尤里当众扇了球迷一巴掌 差点亮成一场万人血战 冲突的起因是一起点球失误 作为挺进世界杯最关键的一战 前锋尤里只身带球闯入敌方禁区 被罗马尼亚后卫缠倒在地 而俄罗斯队也因此获得一次珍贵的点球机会 这将是他们扳平比分最后的希望 就在教练安排点球手上场时 尤里却利用队长权力拿过了足球 准备亲自射门 看着机会被自己轻脚踢飞 尤里懊恼地双手抱头 观众更是一边倒地对他进行谩骂 接着 召集扳回劣势的尤里竟然恶意铲球 不愿违规将对手铲倒 裁判亮出罚他下场的红牌 而情绪激动的他不仅顶撞裁判 还跟现场的观众发生肢体冲突 为避免冲突升级 主办方强行把尤里带离球场 这次恶劣的事件导致尤里被竞赛两年 球队经理没有因此责备他 还极力挽留 希望竞赛期结束他能重回赛场效力 可此时的尤里却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他无法面对接二连三的丑闻 也无法原谅自己的失误 整个人完全丧失了斗志 做过球迷的都知道 球界容不下失误和暴脾气 并且名誉的损伤往往要比竞赛更可怕 尤里这一丧就丧了两年 两年后在朋友的推荐下 待业已久的他来到一家三流球队担任主教练 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 战队老板却告诉他 因为财务困难 球队准备出售队内最有潜力的两名球员 在记者的长枪短炮面前 尤里表示自己会拿出高强度的训练方案 有信心让流星队焕然一新 然而事与愿违 晚上举行的额甲联赛中 流星队就因为糟糕的配格被对手打得团团转 再加上球员们毫无团队精神 每丢一球就开始内讧 互相埋怨队友 毫无意外 这场比赛已失败告终 台上的观众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刚来的游里头上 显然球员们的素质参差不齐 不少人甚至因为输太多次 已经对比赛的结果麻木了 这简直就是只赢不了球的丧气球队 备受打击的游里不明白 为什么糟糕特顶的流星队 还要找他这样一个身名狼藉的人做主教练 这是准备彻底放弃治疗啦 而战队老板却告诉他 原来球队的运营到了危难关头 球员们基本上都已经放弃 而球队也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了 只要维持不解散 球场就不会被市长改造成商场 更何况如果把这样一支末流的问题球队 训练到闯入全国决赛 也就能让游里的名誉得到恢复 有了老板的权力支持 游里决定放手一搏绝境反击 他第一个要改的就是球员们严重超标的体重 就没见过这么奇葩的训练方式 这群足球运动员不在绿鹰场上练球 倒是每天都裹着胶布练长跑 再到码头反复推着巨型轮胎来回翻滚 而这看似不务正业的训练方式 正是新来的主教练游里精心为这支丧系球队准备的魔鬼训练 目的就是将他们的大肚男给削下来 并且提高球员们的耐力 但他那过于自傲的态度 再加上球员们趋于零的进取心 让这些努力没能换来球员们的认可 他们只想拿着点基本工资混日子 有的刺头甚至直接找游里摊牌 还有的球员更是烂泥扶不上墙 在赛场上当众踢假球 原因就是他堵球堵了自己球队输 然后故意乱踢一气 游里赶紧让替补上场 然而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改变不了比赛的风向 就这样他执教的第二场比赛再次以惨败告终 接二连三的挫折让游里备受打击 第二天便醉醺醺的在球员面前出镜洋相 哪怕揭露有人赌球的事换来的也只是嘲讽 眼看实在没辙 游里干脆出台了新的奇葩规定 不让球员们在训练时碰球 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大家这才愿意配合 迅速进入了摆烂状态 晚上在流行队老教练老白的开导下 游里想清楚了问题所在 他先是到酒吧 恳求市民们能支持本地球队 平时多来看看他们训练 起到监督激励作用 接着再找到踢甲球的队员 非但没有开除对方 反而还提拔他当队长 希望他能肩负起带领球队的责任 最后再找到性格懦弱的小将 帮助他克服恐惧战胜自己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效果立竿见影 训练场上因为有了观众支持 球员们训练的更加卖力 球技也比之前提高不少 老白也宣布重出江湖 辅助游里训练球队 两人配合默契 在他们的带领下 流星队逐渐步入正轨 以破竹之势 很快闯入半决赛 虽然冲超无望 但他们还有打俄罗斯杯的机会 但偏偏在这时 有理接到噩耗 自己的父亲因病离世 虽然叛逆的他 跟父亲的关系素来不好 曾经还因为重回赛场这事 爆发过矛盾 但父亲真的走了 他一时间还是无法接受 第二天的半决赛上 流星队面对强敌 一时陷入僵局 球迷们在台上呐喊助威 球员们在赛场上浴血搏伤 凭借默契的配合 流星队在赛点射门成功 正是闯入俄罗斯杯决赛 因为有理的出现 这支丧系球队获得重生 为答谢有理 球员们穿上 应有有理父亲头像的球服 站在球场上 球迷们也纷纷脱下外衣 拉起巨大的横幅 看着父亲巨大的画像 有理气不成声 因为他优秀的表现 前俱乐部老板 向他再次抛出橄榄枝 希望他重回超级联赛 为自己效命 这让他陷入两难 他做梦都想回到超级联赛 可这也意味着 他在流星队的日子 没剩多久了 球员们得知 有理即将离开的消息 情绪陷入低谷 在跟众人告别后 有理回了老家一趟 这才发现 自己的每一场比赛 父亲都会在电视机前 仔细观看 再以录像盘的形式 永久保存 看着墙上的球服 有理这才意识到 父亲身前 一直都关注着自己的比赛 希望自己可以振作起来 重回赛场 在解开心结后 有理不再犹豫 他放弃了钱东家的工作机会 再次回到流星队的训练场 陪他们一直踢下去 看着陷入迷茫的球员 身为主教练的他 决定披甲上阵 此刻的他们 才真正明白 踢球的真谛 并不仅仅是为了胜利 还有享受拼搏的过程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有理带着流星队 来到俄罗斯杯的决赛现场 而他们的对手 正是有理之前的老东家 老牌豪门 斯巴达克队 这将是有史以来 流星队最艰难的一战 但一开始 双方球员就陷入了垃圾战 游离组织进攻 带球强行突破防线 将球传给队友 队友射门出现失误 球撞到了篮杆上 错失良机 很快斯巴达克队就发起了反攻 将流星队耍得团团转 虽然球员们奋力阻击 依旧没能阻止对方进球 斯巴达克1比0率先得分 没过多久 他们再次进球 凭借强大的实力将比分拉开 半场连进两球 胜利的天平 已经向斯巴达克队倾斜 而更衣室里 流星队球员却并没有被劣势影响 依旧有说有笑互相鼓励 这是尤里鼓舞的士气 不到最后一刻 永不放弃 没有心理负担的流星队 下半场欲战欲勇 尤里带球冲进禁区 关键时刻 他被守门员碰到 裁判判了点球 命运再次轮回 不过这一次 尤里不再冲动 他主动将球让给队长 随着比赛进入尾声 尤里临时辨证 换上年纪的替补祖耶夫 他虽然天赋还不错 但却没什么经验 面对强大的对手 祖耶夫有些怯场 状态神游 眼神里充满了迷茫 球迷们都屏住呼吸 不敢大声说话 距离比赛结束还剩4分钟 流星队败局已定 就在这时 尤里大喊队友的名字 给他摇旗助威 观众们受到感染 纷纷高喊祖耶夫的名字 有了世袭buff的加持 小将祖耶夫将切场抛在脑后 只见他单刀直入 连续缓过多名球员 最后一脚射门 将比分扳平 48打克队的心态明显受损 主动拳轮到了流星队这 在球迷们的呐喊声中 祖耶夫带球闯进敌方禁区 一个假动作骗倒了守门员 队友在跟上射门 最后一球绝杀锁定胜局 绝妙的配合精彩的射门 球迷们尽情享受胜利的喜悦 谁都没想到 这支无人看好的三流球队 如今却创造了历史 击败俄超联赛的霸主 夺得本届俄罗斯杯的冠军 故事最后 流星队将代表俄罗斯走出国门 参加欧洲联赛 对阵英超豪门切尔西队 新的王朝已经建立 而传奇仍在继续 这部电影叫最后一球 是俄罗斯专门为 2018年世界杯拍摄的献礼片 电影中的每场球赛 都被拍得非常专业 那是因为影片在选决阶段 就有超过3000名专业球员 参与报名 经过代球运动 射门等多项考核后 最终剩十几名球员留下来 成了电影里流星队的球员 真正的球技 再加上伪纪录片式的即时影像 让球赛宛如一场场 精彩的实况转播 球迷看了肯定无比激动 而平时不爱看球的人 在看完这部电影后 也会知道球迷们的狂热来自何处 最后一球 能够打动人心的关键 就在于他对足球精神的解读 在球场上 没人注定会一直成功 真正重要的是在错误发生之后 敢于重新站起来 竞技体育带给我们的感动 就是因为它会发生足够多的意外 能上演以弱胜强 逆风翻盘的结局 即使是一支丧气球队 也能重燃起希望 带来扣人心弦的射门 和逆境下的反扑 赛场上比的是球 而赛场下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又何尝不是如此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仙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 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